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这一整个礼拜 当然大家持续关注的 还是在乌克兰的战争 也有在两岸的议题 当然我们台湾人在这两天 其实最关切的是大停电 乌克兰战争进行 在昨天开始针对乌冬的 可能是据说是全欧洲最大的核能电厂 开始进行就是轰炸 或者是这个争夺 还没有进一步的结果 可是乌克兰还没有大停电 台湾先大停电 而且我们这位经济部长 去年也是在他任内两次大停电 他说今年不会了 后来我买鸡排送给大家 2300万个鸡排 不要忘记欠我们的 如果你不下台的话 但是乌克兰现在情势真的是 有点紧张 那我们先来看就是 过去这24个小时 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相关的情势 还有国际的发展 第二个议题 是我在每个礼拜三的九点半 在观点平台的直播 这个礼拜谈到了三个人 三件事 三个人当然就是普丁 拜登跟泽伦斯基 三件事 我讲的是军事是实力的王道 外交是可能的艺术 然后呢 和平是平衡的产物 那因为上一次时间的关系 所以最后那句话 和平是时间的产物 呃这个平衡的产物 我没有做太多的论述 那今天我把它来 这个谈一谈 那当然第三部分 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们希望谈一谈 就是在台湾 美国连续来了两个 就是重要的访问团 和前官员 都是前官员啊 以及学者 那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呢 给台湾再吃一个定心丸 好像乌克兰之前吃过 对不对 那对台湾的意涵是什么 尤其现在人还在台湾的 蓬佩奥 当然他自来这个募资 做生意 这个没什么大的问题 美国下来的这个政治人物 通常大概都帮一些投资公司 或者一些大企业去做 不管是游说也好 还是说这个招引一些投资 那在一些国家 透过对这一些政治人物 做这个代表的 或者是参与的这些企业的这个投资 来换取这些政治人物 对他的这个重视 或者是将来在赌 他将来是不是在政策上 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力 因为过去台湾就发生一个 这个血淋淋的例子 就是当尼克森在竞选副总统输了 竞选总统之后输了 结果做可口可乐的代表 顾问 70年代大概觉得 哎呀这个好像有一点 对政治人物 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 不太光彩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务 到台湾来 结果受到了 这个冷淡的这种对待 结果回去他变成美国总统 所以他就 这个 访问中国大陆 那 当然有人也会质疑了 这样子的作为 是不是也是一种利益交换 那当然是利益交换 还有什么话讲 国际政治 在这一次的 这个乌克兰战争 显现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丛林法则 那在美国也是 只不过是 他把这些利益 会做一些登报而已 会登一些登陆而已 来看一下 到底 过去这段时间 在乌克兰的这个情势 有怎么样的变化 我之前 这个谈过 俄罗斯的这个部队的进展 我们不可以用过去 美军在一些战场上的这个作风 来去做理解 美国人的作为 因为他 军队庞大 而且有钱 飞弹多 所以呢 他基本上都是在做 大量的轰炸 或者是瘫痪 资讯战 之后呢 才会做地面部队 而且地面部队 往往第一批进来 就大量的 就是冲击 所以不管是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你看到的其实 尤其就从 甚至更早的 波斯湾战争 冷战之后的美国 世界第一军事强权的这个作为 展现的都是这样子的一种 急如风 然后呢 非常强硬 这个极大的差距的散电战 跟这种突袭战 然后呢 快速的取得地面上的这个优势 在24号 普丁下令攻击的时候 第一天的情况 似乎好像也是类似 这样子的作为 突袭战 散电战 然后呢 资讯战 网路战 瘫痪了大部分的 乌克兰的通讯 指挥到空军 但之后你就看到 怎么情势变了 情势 发展到不只是地面战争 那其实 在这个网路上 在宣传上 那是另外一场大战 过程当中 到现在已经第八天 进行到 那 许多人 有一点搞不太清楚 到底哪个是真消息 哪个是假消息 那因此 不管是美国说 乌克兰说 因为其实大部分 是美国说 乌克兰说 因为俄罗斯 自己本身 并没有发布 太多的战争的 这个讯息 同时 他许多的这个网站 对外的这个 就是说资讯 也都被 就是关闭 或者是说呢 被骇客攻击 所以我们看了很多 乌克兰说 美国说 欧洲说 但是呢 呈现了很复杂的 然后你后来看到 即使是美国 或者是欧洲的媒体 也开始在做事实查证 真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所以 也是一个宣传战 这都是正常的 以现在的这种资讯 社群媒体 这些其实在战争当中 一定会 产生的 而且他可能会对于 就是旁观者 或者是第三国 产生严重的 这种态度上 政策上的影响 那当然也会 对当地的这种士气 以及就是说 各层面产生冲击 那 可是我们看到 俄罗斯采取的是 以前苏联市 俄罗斯市的这种军事打法 大包围 甚至 这种地面战争 地面的作战为主 以及加上传统武力 那开始大概进到 那三月的时候呢 第一次谈判 结束之后呢 那开始进行到 密集的火炮攻击 而且呢 连结 现在做两个最重要的事情 连结乌东跟乌南 以及呢 针对基辅和哈尔克夫 第一和第二大的都市呢 开始采取围城 和火炮攻击 从过去的军事 政治的这些 这个设施 到现在呢 可能 已经针对 就是 重要的交通 核电 电厂 开始做进一步的 这个包围 跟攻击 那当然会产生 对一些 一般的民宅 非军事 非政府的这些建筑 有一些波及 那 目前乌克兰自己的公布 大概是死了 平民有 大概两三百人 两三百 所以战争进行到现在 平民的这个伤亡 当然 都是让人觉得 很难过的 可是 在数字上 并不是这么的显著 而 现 昨天 这个应该是 昨天台湾的深夜的时间 他们的第二次的会谈 取得了第一个初步的成果 也就是 要确保 这个平民的人道走廊 也就是 可以逃难的 可以迁移的人道走廊 这个俄罗斯这边 也就立即的同意了 当然 乌克兰这边也要求 你要停火 你要撤军 当然 你现在这个情况 俄罗斯怎么可能会去 答应这个事情 俄罗斯持续的 还是提那个三条件 也就是 你必须要承认 克里米亚主权 还有你必须要 非军事化 还有呢 你必须要中立化 我们等一下再来详细的讨论 这些问题 先看一下 昨天 那就是在 这个整个双方交战的 这个情况 在欧洲最大的 这个核电厂 那这个是叫 就是 这个叫什么核电厂 嗯 已经开始就是出现 这个交战的这个情况 乌克兰这边在呼吁 要形成一个 no fly zone 禁飞区 西方国家 但我觉得西方国家 大概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因为禁飞区就表示 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的 这个空军 武力 来去执行这个禁飞区 那当然 特别是针对 俄罗斯 的这些 这个 可能会 这个 进行轰炸的这些空军 进入到 乌克兰的这个领空 不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 还没有采取 大规模的 就是说轰炸 不管是 弹道飞弹 还是说 这个飞机的 这个轰炸 现在是针对定点的 像哈尔克夫的 这个炮火 跟一些弹道飞弹 是的也有 大概 他们估计 可能也超过 三百克弹道飞弹 短程的 断道飞弹的 这个使用 但是呢 还没有就是 针对基辅 或者是乌东乌南 全面性的 那 这样子的 这个禁航区 禁飞区的 这种 就是说执行 北约国家 不可能做这个事 那等于就是 军事介入了 到目前为止 连俄罗斯 也没有针对 就是 乌克兰上空 采取这种 no fly zone 这样子这个作为 那会不会是 下一个阶段 的 就是说发展 那这个当然 我觉得可能性 其实是很高的 那阿根廷 这个开始做撤军 不过阿根廷 表示说 不会对 昨天 的清晨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的是 乌克兰时间 昨天清晨的时候呢 啊 就是针对 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阿根廷表示 不会 发动 就是制裁 这里面就提到 另外一个项目 制裁 各位 制裁 大概目前为止 都是西方国家 北约国家 日本韩国 也有 我们台湾也跟着 但是呢 程度跟 这个范围 不大 应该比较算是 政治性 外交性的制裁 而 欧洲和美国 加拿大 以及澳洲 纽西兰 采取的就是 很全面性的 除了外交制裁之外 现在开始你看到的 两个最大的层面的制裁 一个是金融制裁 一个是科技管制 科技管制的意义 并不大 因为 苏联 俄罗斯并不是一个 主要的科技产品的 输出国 他自己本身 所需要的这些 这个科技的 这些零组件 也可以寻求替代的 这个方案 进口 那 金融管制最大的影响 是SWIFT 不过到目前为止 其实只不过是 透过银行支付的 这种禁止 可是呢 总是会有别的 这种支付的 这个方式 俄罗斯 自己本身 在2014年之后呢 也建立起 他自己国内 和国际 大概十多家银行 国际的 的支付系统 那会不会更多的 国际的银行 加入到俄罗斯的 这个支付系统里面 因为 买卖还是可以进行 交易还是可以进行 现在每天来自于 俄罗斯的天然气 还是一样透过 乌克兰 以及北溪一号 不断的还是输送 给欧洲哦 欧俄罗斯 输送给欧洲的天然气 占天然气 欧洲所需的 40% 石油大概占 25% 所以 这个量开始 在减少当中 美国来的 这个量该增加 但是 没有办法 完全的这个取代 所以就是 北约国家跟美国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只是制裁 那个交易管道 并没有禁止贸易 更不可能说禁止 天然气跟石油 因为那个会对自己本身 不管是能源 还是通膨 还是经济 会产生 非常严重的影响 现在这个布兰特原油 已经大概到 113 115块美金 一桶 越来越高 所以 当然这都是战争的代价 可是呢 大家很清楚 俄罗斯也很清楚 他就像是个大的加油站 他不断的其实在提供 天然气跟石油 给各方 那你 只不过是 你不可以用 刷 你不可以 比如说加油站 你不可以刷卡 你要付现 那因此呢 当然银行 企业 会找到别的这个管道 同时 你这个加油站 你可能现在加油 这个比例减少 给欧洲的 给这个北约的国家的 这个量减少 但是呢 给这个就是中亚地区 给中国 给亚洲的 这个加油站 我们就加大输出 当然这个并不是能 绝对的取代 因为这个油 跟天然气的这个输送 有管线的问题 有转运的问题 这也不是说 一时之间 可以完全去 这个就是说取代的 但是 这个这里就显现出 欧洲还是需要 俄罗斯的天然气跟石油 这个因此 你讲真正的 这个制裁 经济制裁 其实伤人伤己 然后呢 对俄罗斯 或至少我们说对普丁 对他在这个战争的 这种意志上 或影响上 并不是那么直接的 那 俄罗斯驻以色列的大使 开记者会 他说 许多我们刚提到的 乌克兰发布所声称的 这一些新闻 通通都是假新闻 他一条一条的这个列举 你看俄罗斯现在开始 也在做宣传战的 这个回击 那先称说他们炸了 乌克兰先称 俄罗斯炸了 这个巴比尔 这个纪念碑 一个是 那个是纪念二次大战 这个就是纳粹屠杀 的这个纪念碑 他说这个是假新闻 并没有这样的纪念碑 我看我们大概在 网络上看到非常多的 类似的这种就是对比 这还不是说 是我们这边找到 是美国和欧洲 这边找到的 就是有关于 乌克兰在做的 这些假新闻 那当然 这都可以理解了 那他是要去激励士气啊 等等之类 不过就是怎么判断 印度 刚刚各位讲了 全世界 各位知道 在联合国安理会 不是说通过一个决议案 141个国家谴责 俄罗斯的侵略 没有错 俄罗斯是入侵乌克兰 发动战争 破坏和平 然后呢 违反国际法 跟联合国宪章 以及联合国的决议 有关于侵略的这个决议 那已经是个国际的习惯法 那 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或者是冷战之后 一个很清楚的 对他国发动 这个攻击和侵略行为 但是呢 制裁有多少国家呢 我刚刚说过 也只有美国跟 这个西方国家 那 你看像从 这个中国大陆到印度 到巴西 墨西哥 然后呢 巴基斯坦 绝大部分的 中南美洲国家 绝大部分的非洲国家 绝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 除了新加坡之外 中亚国家 阿拉伯这个国家 通通没有制裁俄罗斯 人口加起来 可能还占全世界人口八成 国家大概超过一百个国家以上 所以就形成一个对比 同意 谴责的 有一百四十一个 不过也有三十五个国家 弃权 包含我刚刚讲的 这几个大国 那像印度呢 昨天就宣布 跟俄罗斯 采取 就是不透过美元 而透过印度的 这个 就是卢比 以及俄罗斯的卢布 两个国家的 这个本币 货币 货币来做 就是这个交易 跟支付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一个 呃 这个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制裁的 这个效应 我们现在看 他是不是如我们 看到许多的西方媒体 呈现这样子的 这个发展 那也有很多民间 开始在做制裁了 呃 不能参加 这个残澳 不能够 这个 参加足球赛 也不愿 不能 等等之类这些 那最新的发展 是那个IKEA 还有一个叫TJ Max 的连锁店 他把在俄罗斯的 这个店 给暂停 营业 暂停营业 所以这些 大概我们看的都是 呃 目前为止在 昨天的这些发展 那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这些难民 大概已经有 超过一百万人开始 有一部分 已经离境 有一部分人 是在乌克兰的内部 这种内部的这个 也许算是 难民 内部难民 这样一个称呼 那有将近 可能有三十万 已经进入到 这个波兰地区 那不过呢 看起来就是说 欧盟这边提供 三年的短 这个保护 美国这边也提供 大概是十三个月 已经进入到美国的 大概有将近三万名 乌克兰 而没有合法签证的人呢 可以他就是说 十八个月的 这个十五到十八个月的 这个短暂的 这个保护 所以之后的 这些难民的 未来的这个问题 也会是一个大的疑问 可是必须要讲 我们也看到很多视频 现在当然除了在 哈尔克夫跟部分的 这个都市 尤其是 那个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赫尔松 那是在南部的这个都市 乌南 乌南的这个叫做克里米亚 半 这个克里米亚岛 上面那个叫克里米亚半岛 那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占顶的 那从这个赫尔松是最大的 这个都市现在已经被占顶了 然后现在开始攻占的 今天你看到攻占的就是哪一个呢 那个叫做 叫做 马里乌普 马里乌普 就是连接乌东跟乌南 最重要在亚树海海边 的一个这个都市 而各位 提供各位参考的 马里乌普 也是一个 有一点恶名昭彰 乌克兰的一个极右组织 而且是他国民卫队的一个 卫队 叫做亚树营的大本营所在 马里乌普 那这个是在过去两年 甚至连美国的国会听证到 许多的美国杂志都报道的 这个极右翼 而且纳粹倾向 他这个标志基本上就跟纳粹很像 而且是很像以前的这种3K党 的那种作为极端的仇恨主义 而且反恶 甚至就是说 这个以及白人极端主义 当然也反这个同性恋 反许多的这些 这种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 的这些价值 那这个极端的右翼的 白人至上的亚树营 过去事实上是招募了 吸引了很多来自于美国跟欧洲 的这些崇拜者 然后呢训练他们 变成孤狼式 甚至由组织回到美国跟欧洲 变成这种恐怖 这个就是说白色 白白人至上的恐怖主义团体 跟个人 也发动了一些这个作为 所以美国国会才会 他一听政会去调查他 FBI CIA都调查过他们 这也就是 普京在发动战争的时候 他所说的反犹太反纳粹化 因为他是一个以反俄罗斯 反俄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亚树营 他的大本营就在这个马里乌普 所以我个人觉得 马里乌普被俄罗斯拿下来 一方面是这个因素 另外一方面当年是乌东跟乌南的这个连结的最重要的关键 应该也有很有可能在这几天之内就会达成 和平没有输家 战争没有赢家 我们看了这个战争 现在已经常常进入到第八天 马上第九天 谈判也开始进行了两轮 可是呢地面的进展越来越深刻 其实乌克兰人口的分布 以这么大的六十万平方公里 只有四千万人 而且他绝大部分都是平原的情况 那有点像是美国的这个中西部 因为乌克兰大幅的就是农田 那因此美国的中西部就是一个城镇 一个城镇中间全部都是农田 没有什么人居住 那乌克兰也是这样子 他的人口主要就是在基辅 哈尔克夫两大城 乌东 乌南 就是这四大块区域 也大概就是现在整个俄罗斯军队 所推进的这主要的这个区域 所以你看到乌克兰中部跟乌克兰西部 几乎也没什么人口分布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大城 当然有一些城镇 俄罗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有一些这个轰炸 所以其实逃难 或者是离开这个城镇 离开乌克兰 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可是就比例而言哈 还没有到那种大规模的这种逃难 很多人即使是在被俄罗斯军占领的赫尔松 很多人其实还是选择留在家里面 我们看了一些照片 那个是的的确确针对一些民宅也受创 可是呢实际上大部分 三十万居民的赫尔松 虽然被占领 可是主要是针对军队 以及对外的联系 还有就是电力 看看电力这两天能够恢复 可是呢现在俄罗斯在针对那个核电厂 那 现在的这个推动 我们看到的就是 整个乌克兰这个战争 现在开始如俄罗斯国防部长 这个应该他叫邵伊古 他的这个推动 持续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抵抗 还是蛮强烈的 还是蛮强烈 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军事的援助 也越来越多 那美国昨天呢 拜登正式向国会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整个过去之前承诺3.5亿 现在再加码 到等个大概10亿美元的 就是那个 军事跟人道援助 军事跟人道援助 对不起 100亿美元 10 billion 这是纽约时报所写的 10 billion 10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跟人道援助 应该到目前为止 可能是以人道援助为主 可是各位 同一个时间了 大概是2月底三 28号3月1号开始 来自于欧洲国家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开始就慢慢提升转变 从原来的人道援助 跟就是这个比较低阶的这个制裁 一下提升到比较强烈的 SWIFT的这个金融制裁 以及军事援助 什么军事援助呢 两个层面 两个层面主要还是防卫性武器 机枪 反战车 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或者是监射飞弹 这些东西 那这一些其实也越来越多的 这些国家在欧洲的国家提供 相关的这个援助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有一些国家开始转变 他原先的一直以来的立场 像芬兰像瑞士 本来一直都是以中立注明 然后呢 他宣布说在乌克兰战争上 他放弃中立 加入其他的欧洲国家 对俄罗斯采取经济 以及武器的供应 经济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 当然目前为止都防卫性武器 很特殊的是两个国家 丹麦跟纳图维亚的政府跟国会 都说同意丹麦跟纳图维亚人 个人可以去呼应参与 泽伦斯基所呼应全世界 加入乌克兰的这种 就是这个志愿军 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讯息了 连在日本乌克兰的大使馆 都有这样子号召 号召了两天之后呢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有70个人 中间还有部分之前的 就是从自卫队退下来的自卫官 要说啊 我们要来报名参加 乌克兰的这个志愿军 但是到了大概第三天就拿下来 从网络上往拿下来 因为日本的法律禁止 外国机构或者是政府 在日本境内招募任何的 军事 目的的这些人员 或者是参与活这种战争行为 那当然这就变成一个法律问题 他就把它改为说啊 请大家提供人道援助 那这些人会不会真的进入到乌克兰 怎么样的参与到这个战争 这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目前的报道也并不多 也许他们真的要去 可能是坐飞机到波兰 经由地面 然后呢 进入到乌克兰 但谁进行这些安排 那一千人到目前为止 当然也并不是很显著 可是呢 我觉得大概俄罗斯 普丁看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你看他两天前就开始把 核武威吓 的这个战备 这个等级要提升 作为一种反制跟威吓 对欧洲国家 同时呢 也让战机 飞到瑞典的领空 和日本的北方四岛的南部的 应该是叫根式半岛 领海的上空那也是领空 做大概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停留 这是一种讯息 这是一种反制 这是一种威吓 美国也让他在欧洲的 这个北约的驻军呢 提高到二级战备 二级战备基本上 就是要准备打仗了 过去也只有波斯湾战争 还有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 他采取这样子的这个作为 所以现在也有一点 大家担心 是不是这个战争的情势会提高 我个人并不是这么的忧虑 当然普丁现在的思维 你可能很难百分之百的去预测 可是他的专注可能还是在乌克兰 而且在乌克兰目前为止 连人道的走廊 也就是让难民离开的人道走廊 他也同意设立 所以他的主要的目标 还是以战逼谈 以战逼降 他自己提出的那个三要件 成立克里 承认克里米亚 非军事化 以及呢 中立化 中立化的意思就是要承诺 不可以加入北约或其他的这个军事组织 非军事化这个就有趣味了 因为昨天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也说 要求乌克兰要销毁武器 这是什么意思 是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达成非军事化的这个条件 还是说如 真的是不是有可能像 普提自己在发动战争之前的这个演说当中提到哦 他认为他的情知显示 美国和乌克兰正在秘密的进行核武计划 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因此拉夫罗夫所讲的销毁 这个武器 是不是也涵盖了 可能在进行中 那或者是计划中 的这个核武的这些计划 所以这些东西都应该 一方面是宣传战 但另一方面也是地面跟谈判 地面战争跟谈判进行的这个条件 跟放话 所以现在 呃这些层面 你大概理解 要从一个宣传战 或者是说这个各自的这个论述 另外一个方面 你要看到真正的地面的战争的 这个进展 是如何 那会怎么样来去结束 这个战争 啊 那这当然就后续会有很多种 这种不同的变化 那呃 美国的专栏作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Thomas Freeman 他说要不然就是羞辱的接受 俄罗斯条件 要不然就是说 这个完全的这个投降 啊 或者还有第三种 他觉得俄罗斯的战败 我我再细分一点好了 我帮他再细分一点 我觉得可能有五种情况 一个就是 乌克兰的投降 第二个呢 乌克兰的中立 第三个呢 战争 长期化 第四个呢 俄罗斯 俄罗斯失败 啊 第五个 俄罗斯崩溃 啊 那因为 后面这两个其实都是西方媒体 这阵子不断在说 因为啊 强大的这个制裁 产生的俄罗斯的这个通膨啊 或者是说货币的这种问题啊 或者是大家排长龙啊 以及一些示威抗议啊 那但是事实上 大概也并没有像 西方媒体所形容的 我们在这一两天也看到 也是一样西方媒体 因为 大概都是西方媒体所呈现的 不过有一些也是呈现不同的面貌了 开始 那我们看到在莫斯科的这个百货公司 还是一样 这个人潮很多 好像一切也没什么大的这个问题 啊 所以在莫斯科 在俄罗斯境内 会不会出现 俄罗斯崩溃的这种情况 我个人觉得这个 这个可能性 在目前 这个可见的未来 应该并不高 会不会俄罗斯失败 军事失败 这个当然有这个可能 可是 如果美国跟北约完全不参与 而提供的军事援助 也比较停留在 只是一种自卫性的防卫性的 而量上 以及提供的管道 也逐渐的受到了 这种俄罗斯的围城的影响 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交付到 给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的时候呢 其实 大概 军事上的协助应该也不高 所以 大概就靠乌克兰自己 乌克兰的主力部队啊 其实主要就是在乌东 地区 现在被牵制着 而在基辅附近的两个旅 现在也被包围着 哈尔克夫 那曾经也夺回 哈尔克夫的掌控权 乌克兰 现在看 面临到这种 越来越多的这个炮火 的攻击 火箭炮的这个攻击 所以 能够撑多久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很清楚 普丁的治党在地面战争 这个三大目标 第一个 乌东乌南的连结 断掉 亚述海这边任何来自于海上的 这个援助 第二个 哈尔克夫 的占领 第三个 基辅 的围城 啊 我不确定 会不会进行基辅的占领行动 但基辅的围城 已经很清楚 而中间附带在做的 现在是可能要断掉 乌克兰的 这个电源 和电厂 啊 那这个是现在 可能在做 同时呢 针对难民 一般民众的这个 逃难 啊 他也跟乌克兰产生的这个共识 开启人道走廊 开启人道走廊 所以 大概的进展 是如此 因此 我们这个时候 等一下回来会要问的是 到底 为什么我说 和平是平衡的 这个产物呢 和平没有输家 但是呢 现在看到的战争 有我们怎么样的 我之前在观点直播的 评 到中 我讲了三句话 我说 军事是实力的王道 外交是可能的艺术 加个夸号 永远都不能放弃 但是我们看到 拜登其实很早就放弃 外交奴隶 第三句话 和平是平衡的产物 平衡 两个层面 对大国而言 是要全力平衡 你才能维持和平 对小国而言 要政策平衡 你才能够避免卷入 任何一方 变成代理人 而实际上变成战场 今天的乌克兰 根本就是一个美俄对抗 过去冷战结束三十年 俄罗斯 苏联 瓦解到俄罗斯 经过大概十五年 甚至二十年的虚弱不堪 尤其是九零年代 可是他还是维持了大量的军事 军事跟核武 以及土地和人民 害这个国家并没有瓦解 这是苏联 瓦解 然后呢 华沙公约组织 瓦解 而早期美国西方所承诺的 不会东扩北约 却从一九九九年开始 连去十言五次 而且不尊重 一个主要核武大国的战略空间 这是过去几百年来 欧洲的战争历史 告诉我们的经验 以及所有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 从古典的到新现实主义 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原则 权力平衡 权力平衡 是谁造成的这个不平衡 而倾向了一方 而使得 就是说感受到安全威胁 必须要 就是这个反弹 必须要做自我保护 的这种反扑 他的反扑是侵略战争 你现在从国际法 从国际这个条约来看 是没有错 受灾受难是乌克兰人民 但是 这是在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当中 美国玩这个国际政治 是很厉害的 不管是从乔治肯南到晋星级 还是到九零年代的布里斯年夫 他写的这个大预言 对布里斯年夫他写的大预言 这些人 都是很聪明 很有战略观的 但我必须要讲 大概到了川普之后 其实这个就变 即使是希拉蕊 我觉得他应该都非常了解 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的原则 所以从川普之后到现在拜登就变了 变到了 也随着就是整个社群媒体 国际的舆论开始的这个变化 政治人物是像小编一样 政治人物像这个做民调人员一样 政治人物更像是市场调查一样 只要任何民调的变动 市场的这种就是反应 或者是网路上的留言 匿名的留言怎么样 他马上就就开始转变 他最担心的是这几个层面 而不是国家的利益 或者是说国际的外交的法则 但是有些人不是那么认为 因为当你的利益受到了 就是威胁的时候 当你像乌克兰 你引狼入室的时候 在你隔壁的俄罗斯 就觉得这个狼已经入室了 就是对他的威胁了 所以平衡 平衡这种很重要的 大国在今天的国际 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当中 全力平衡 全力平衡一方面 你要可能加强你自己的军事 或者是做军事联盟 这个大概是当经常看到 所以乌克兰以为说他在去做军事联盟 可是呢他很清楚了解忘记了 他也忘记了 某种层面大国之间的这个权力平衡才是关键 而不是你自己在玩这个杠杆 小国就是要平衡政策 除非你真的现在能够加入到北约 但你努力了很久 其实你也被这个告知了很久 从2008年开始 乌克兰就被告知说 欢迎加入北约 通过了那个决议 乌克兰跟格鲁基亚 也就乔治亚 那马上乔治亚就搞不清楚状况 就发动战争攻打南奥塞地亚 俄罗斯马上普丁第一 的第一场战争2008年 那就是教训乔治亚 所以那两个共和国现在还是 普丁的维和部队 一直维持到现在 然后呢看到了2014 整个乌克兰的这个转变 乌克兰内部本来就两大 种族语言之间的 这种撕裂分歧 也代表了两大阵营之间的 这种拉锯 然后呢你就看到颜色革命 从这个阿拉伯之村到颜色革命 从北非到中东开始 以及到就是乌克兰 然后不管他背后的 英武者是谁 一定有英武者 不要告诉我没有 美国国会每年花多少钱 在这个层面 民主推动 民主巩固 太多都以民主之名 所以 但不管怎么样 每个国家都在发生这种情况 俄罗斯也不断已经 面对乔治亚的 然后呢也知道接下来 就是在这个乌克兰 那乌克兰2014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很清楚的转向 这个平衡政策就倾斜了 那倾斜好啊 你如果真的够力的话 你就加入北约 你得到了核子保护伞的保护 但你知道 这种情况就直接造成什么东西 就两大核武就直接碰撞 因为这个直接碰撞 是来自于战略的空间被挤压 消失了 没有了代理战争的场域 那就只有直接的战争的冲突了 所以一定需要一个代理战争的场域 而且代理战争可能不只发生一次 欧洲的战争历史上 这些东欧的国家还少发生过战争吗 都是代理战争 对不对 所以 美国不了解 这个权力平衡政策 因为他太相信自己的军事武力 以及他太相信民主 他政治人物 然后呢不愿意去听 即使是甚至连 这个许多的美国的 就是国际关系的学者 甚至这些专栏作家 都告诉美国政府 你就承诺 北约不会再东扩了 北约不会再增加新的成员 你可能就可以形成一个一定的平和 但是呢 一直不相信 乌克兰呢 也一直不相信 平衡的这个产物 和平是这个平衡的这个产物 而完全的倾向一边 却得不到美国真正的 就是核子散的这个保护 不断的给你吃这个定心丸 定心丸 被证明 可靠吗 现在你看美国来了五个 人的这个代表团到台北来 蓬佩奥到台北来 这也是在给我们台湾吃定心丸 但是各位 这些定心丸 乌克兰都吃过了 可靠吗 我们自己本身要知道 大国的这个权力平衡 总是要维持一定的空间 去碰做碰撞 去做消耗 那就是代理人战争的冲突跟场域 乌克兰的政府 周恩斯基 他是一个好演员 他现在也是一个英勇总统 战争总统 虽然他战前民调一度已经低到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几的支持度 大家也看穿他 可是战争发生了 表示他的演讲真的很感人 肢体动作语言语调 我看了三分钟五分钟 我都觉得 也是good speech 虽然我听不懂 但听了翻译 觉得这个言辞很深刻 可是这样子的总统 用了编剧做他的幕僚 就真的不懂 什么叫做和平 是平衡的产物 真正的国际 现实主义政治的这些丛林法则 并完全没有改变 没有因为美国的民主 这种运动跟巩固 有任何的这个变化 你看看一百多个国家 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家 没有制裁俄罗斯啊 还在想办法继续要跟他交易 这不就是 谢谢